现在萝卜已经大量上市了 价钱也超级的相应 像这么漂亮的萝卜 只要一块五就钱一斤 红皮背心的 首先把萝卜地地 还有这个阴阴全部都削掉 再来放到清水里面 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的这个萝卜 给它切成厚片 厚度的话大约就是一厘米 然后再这样子 挑来挑去的切 切好过后是这样子的 它连在一起又没有断 全部都切好后 撒上一点盐腌制一下 把它的水分腌出来 等一会儿挂起来它才不会断 分成两个加四比较好腌一点 给它剥几下 剥断 萝卜腌好过后 再次给它加入清水洗一下 洗去寒味 烧鸡里面的也一起倒进去 像我这样子把它穿在衣架上面晾晒 因为腌制过了嘛 它就不会烂 如果你不腌直接挂着的话 很容易断掉 萝卜根就和这个香肠刮到一起晒 一般情况下又露又晒 天气好的话 露七天就可以把它风干 15斤萝卜 晒干了就只有这一丁点 咱们可以用个真空袋 给它真空起来保存 随吃随取 用来煮汤也行 咱们就先来吃一半 加入一点温水 先给它大概泡一下 第二个的话 就是也相当于简单的清洗了一下 因为晒的过程 难免也会有一点点灰尘嘛 泡好过后再次来洗一下 洗好之后水分一定要捏干 不然吃起来口感就不好了 来切一下 就切成这样子的小结 吃的时候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加入三小勺糖 这个甜度的话 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 再来上一小勺盐 保证有盐有味就可以了 马转马转的 先给它腌制过两小时 让它入味 趁这个空档我们来做一个红油 刀口辣椒 一定要这种稍微粗一点的 我这个是二斤条中的 炒熟了贝鸡马 七成油温的热油来上一点 不要一次性浇太多了 不然很容易浇测 糊转糊转过后再来 扛起来 萝卜全部腌制好过后来一点点鸡精 再来一点花椒粉 将才制作好的辣椒油 就这样子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 活状活状过后就感觉到好香好香哦 拌匀过后就可以装盘了 用红油拌的话主要让它更加油亮 看起来更舒服 有很多红油也喜欢直接用干辣椒粉和花椒粉拌 咱们今天的麻辣萝卜根就做好了 整道菜历时七天的时间 萝卜根吃起来是又脆又爽 并且也麻辣开胃 和四川泡菜一样的都是一道开胃下饭的饭前小菜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咱们自己试着去告一下 萝卜根晒干过后还可以用来煮滑肉 用来蒸扣肉等等都特别的美味啊 不喜欢吃的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过来 江彩老本一个人偷偷偷在这里吃了好多 爬起来跑了 我还没来在一起吃 先帮你们尝一下 嗯 超级的脆毛嘛 如果大家不是要把这个萝卜根 晒干来放很久 只是为了做麻辣萝卜根的话 不需要晒到很干 晒到八分干就可以了 奶子就不需要泡发 直接清洗干净就可以整 香麻甜辣各种各样的味道都有 这一盘的话说实话要好几天才能够吃完 咱们可以用玻璃瓶子把它装起来 随之随取你冷藏保存 放个七到十天绝对的没问题 多的就不说了哈 这个老本又来了 要不然他的一会 你要找我的茶 我不找你茶呀 哈喽 打个招呼 嗨